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镜片600度 本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个苹果原装AirPods耳机的真假辨别 拍这个视频不是攻击咱们国产蓝牙耳机 那为什么拍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好多粉丝找我维修原装AirPods耳机的断链 续航短不充电 闪绿灯以及电池舱进水等故障的时候 等我打开快递 发现这个耳机不是原装的 但粉丝一直不知情 等我告诉他之后 他还是不相信这个耳机不是原装 这个耳机的来源大部分都是有男朋友赠送的 还有公司作为年终奖来发给员工的 这样的公司也太坑了 就怕采购人不知情 所以拍这个视频 如果你自己辨别出这个耳机不是原装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暴力解决 希望有好协商 这个耳机我们看一下 这是原装还是非原装 我们等会来教大家怎么辨别 那这个是原装还是非原装 这个大家看上去没有这个黑点的 这黑点子已经被磨掉了 这个耳机好像磨它的时候 这个电池舱里面还有红灯 红灯会闪 大家看到没有 光看到红灯在闪 充电的时候也会闪 这一看上去就不是原装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辨别 这个太明显 我们就必须辨别了 因为原装的耳机都不可能有红灯 它里面 舱里面不可能有灯 是永远是没有灯 不会有灯的 有灯的肯定是假的 那这两耳机呢 一个是高仿的 一个是原装的 大家能看出来 哪个是高仿 哪个是原装吗 基本看不出来吧 再来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极其简单 家里面都是有工具 完全可以做到 我们找一个刀 这个刀片啊 家里面可以有手术刀片 甚至菜刀都可以啊 然后对着这个 这个框 这个是一个 入瓦检测的框 这框是干嘛的呢 碾个孔 当我们放入 耳朵里面的时候呢 它会感应出 脸面都没有光线 对不对 然后这个耳机就会 就会启动里面一个开关管 给这个耳机的 主控芯片进行工作 连接到手机开始放割 我说的非常简单 其实工作起来非常复杂 那接下来呢 我们对这个黑点进行 用刀啊 这样挂 可以看到 它现在刚刚变成了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好 背面也同样如此 好 原装的是有真的孔的 我可以拆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坏的AirPods啊 可以拆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用暴力点啊 给大家拆开前盖看一下 就知道了 好 可以了 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兔窗呢 是真的啊 是真的可以光线感应的 可以看到吗 这是孔 是真的啊 但是山寨的话 它不是真的 它是假的 再来我们再打开看一下 好 里面像这样 好 这原装是什么样呢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原装的比较难打开啊 因为它有胶粘在里面 原装打开是这样 当然大家可能就是没有工具的话 不好打开啊 所以就不能打开来辨别了 只能通过这个 刮这个小黑孔来辨别 你学会了吗 目前 接着到目前我发现造假的话 基本上都没有用这种透窗来造假 大部分都是用黑色涂料涂在上面 大部分的耳机都是R代的无线版本 假货居多 所以学会这招之后呢 就可以辨别你在网上购买耳机之后 是不是原装 是真假 一刮变质 好的 感谢你收看本期的视频 下次节目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